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所有人都知道了 然后就是everyone is talking about it 我当时回去了以后 我学校还让我回去就做演讲啊 然后把我把我的大头照放在橱窗里面 然后就觉得自己像一个小名人一样 一下子就成名了 大家都认识我 你说学校是原来的high school high school 对对 因为我以前的学校在南京还算是就最好的中学之一 然后当时他们出的都是诺贝尔奖那种什么物理学家 经济学家 文学家 没有说出过选美冠军的 所以当时他们就是把我的故事放在橱窗里的一整个学期 挺好玩的 然后我在那个纽约大学的同学也是 他们其实都笑称我是女神 因为你知道女神啊 然后这些这种名词 然后非常的就现在很popular 所以当时我就是参加完学美以后 他们都会觉得 哇 you're a beauty queen 所以你是个女神 而我自己觉得其实 就是我跟我同学之间的关系 并没有什么变化 I see 因为我知道你是大学四年级嘛 是这个选美的experience对你来讲 是有什么样的比较帮助 比如说像你找工作啊 或者就是interview啊 或者对你本身的confidence 其实这个应该从两个方面而讲 就是首先对于找工作这一个而言 写在resume上是一个非常非常unique experience 就是参加的话 就是很好experience 不一定说拿到冠军 对不一定说拿到冠军 因为现在你就是submit resume 有成千上万人会fight for one position 所以对我来说 如果有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经历 会让HR或者是让公司的人员 看到你的不同点 至少会给你个interview 虽然听上去这有点功利 有点私心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在对于building confidence而言 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 我就已经因为得了这个冠军 有这个title 所以我觉得自己有一种使命感 就是有一种责任感 然后需要做一个role model 然后在平时生活中也会以身作则 就是说想希望能去影响别人 希望能去在生活中帮到别人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不一样的经验 真的是改变我很多 那想你在学校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经济和环境 所以我知道很多参加选美的女孩子 很多都是学艺术或者设计 就是跟这个performance有关系 那你是还是比较unit的 其实也是觉得挺好玩的 然后我小时候呢 一直在学芭蕾舞 所以说我对于舞台方面 也有比较深的这个历史了 就是这个联系了 你觉不觉得你有这方面的天分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 就是你这个talent 和你最后能不能成为一个演员 或者说艺人 其实是靠缘分吧 我觉得缘对你来说是上天给你这个talent 分的话是你想去抓住它 然后这个的话是十几年出一个 比如说我们以前的陈法拉 他就属于那种非常lucky的那一位 所以对我来说 我可能不太会去 目前而言不太会去想走这条路 因为这条路也很辛苦 而且我也并不知道适不适合我 再说娱乐圈的话 就很多女演员或者是女艺人 都是走就是青春 就吃青春饭这个路线的 然后我可能现在目前打算 还是好好工作 然后增加一些工作经验 但是我还是很encourage这个 想鼓励这些对艺术对于这个表演 有这个就是有梦想的女孩能来参加选美 因为这个对于她们来说 也是个非常非常好的平台 像我们之前有很多家里 最后都就有了这个演艺圈的这个经历 所以说虽然对我而言可能 不一定是要走这条路 但是别的女孩子可以来尝试一下 这样讲你刚才说找工作 最后interview 这个选美对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的事情 那这样说吧 我有一次面试了一家这个 就是市场营销的这个公司 然后她们呢就是针对这个cosmetics 所以当时讲的那个牌子呢 就是由选美小姐来代言的 对对对 然后是她们旗下的一个牌子 所以当时我们就讨论了一个案例 然后就说对于这个牌子以后的发展 应该有什么准备 那当时呢我就用我自身的经历 因为作为选美冠军嘛 然后我们也代言了 我也代言了珠宝广告 所以我就跟她说 这个牌子应该走比较平民化一点的路线 因为既然说这个化妆品 需要这个大家就是大众来使用的话 你如果总是用明星 可能会觉得就是消费者会觉得 好像跟自己的联系不是太深 但作为如果是个选美冠军而言呢 这个选美冠军是从平 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变成了一个superstar 对所以我当时就联系自身的这个经历 然后去分析了这个这个品牌 然后这个案例 所以当时HR也很impressive 就很convincing 对对很convincing 对对对 这个就是挺巧合的 最后我也得到这个公司的offer 所以基本上就是 选美就提供一个平台 就是大家有梦想 或者就是有 对 这一个就是 就是一席就可以变成一个明星 就有这个效应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一般人可以related是吧 是的是的 因为明星嘛 不是一天两天练成的 而这个从一个普通女孩 到这个beauty queen 其实就是三个月的时间 而这三个月真的是对人 就是有很 就是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改变 对我而言 所以 这样讲你自己来 就是怎么样来美国 这方面一些简单的经历 我是16岁来到美国的 小留学生还是 其实第一年过来是交换师者 OK 对 交换学生 对交换学生 然后当时是学校 就是它是一个那个国际 就是国际交换组织 然后在那个南京的很多这个高中 然后招生 就招人 然后做这个交换师者 然后当时我就报名了 然后参加了比试面试 然后又决定就是来美国交换一年 想先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其实 我后面那一系列的东西 包括来美国留学 包括来纽约 包括来这个成为写美冠军 真的和当时我做出那一 决定性的一步是密不可分的 是吧 对对 就由那引起来后边的一系列这个 对 如果我当初没有说出来交换一年 也不知道好像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 我也不可能会有现在这样 对于这个 对于去探索世界 去就是探索不同文化 这种非常强烈的这个 非常强烈的这种感觉 然后就不会就不会有 我觉得可能如果当时只是在 国内上一个高中 然后上一个大学这样子 然后工作了 然后结婚了 生孩子 这辈子就怎么过去了 对吧 所以其实也是蛮好 当时见到了很多不一样和中国不一样的文化 对 你父母传递支持你吗 就是你在家中唯一的小孩吗 其实他们也很舍不得 舍不得 对 因为毕竟我是独生女嘛 所以说他们也不希望我离他们太远 但我没有办法 我当时执意想去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所以我爸我妈也就说那你就去吧 然后但是我也很感谢他们 当时有这个经济实力能够去帮助我实现这个 这个理想这个梦想 所以也是现在回国工作也是希望能离他们稍微近一点 静静孝道 否则的话我觉得也是欠的挺多的 对 你当时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要想参加这个选美呢 是从哪方面得到资讯呢 或者什么promise就是想参加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前两年的一个冠军 他有写过一个博客 就把他的选美经验写进去了 是哪一位 张顺女 2010年的冠军 他我当时也是很 其实也是很巧合的 在网上看到这个新闻嘛 我就说这个冠军的名字好奇怪啊 我就点进去看了 看了以后就发现他有个博客 然后因为有这个博客 就是看了这个博客以后 我对这个选美感觉挺好玩的 可是那时候我不在纽约 所以说我就没有有就没有过这个想去纽约参加选美的这个最终就很强烈的冲动 就这种这个一个intention 然后后来我就在NYU嘛 所以在NYU的话就方便很多 后来我又说 why not try it out 所以那时候就去报名了 所以你看完博客一直有印象 对一直有这个印象 这个事情 但你有征求过你父母的意见 还是 想了两年了 想了两年 他是10年得的冠军嘛 所以我 但你有问过你父母吗 我到了快要报名的时候才跟他们说 我说我去一个纤维比赛可不可以 然后他们说 要穿比基尼吗 我说要啊 我爸妈是对于穿比基尼走台步这个稍微还是有一点点这个conservative 所以但是后来我说这个对自己的自信啊 然后对于自己个人气质啊 然后各方面的提升都有很大帮助 我也就是说拿出之前的力的去convince他们 是你有个family friend过来 我有 是有个Pennsylvania还是什么 对 我明白 那我有印象 对对对有一个他们你一个family friend 整个家庭来support你 对对对对我叔叔他们都过来 对对对对对 然后其实其实挺好的 因为我叔叔我叔叔阿姨还有他们女儿 他带了一个他女儿的朋友 跟你年纪好像差不多 没有 小一点点 十几岁这样子上高中 但是其实挺奇怪的 因为他们都听不懂粤语 然后国语也听得就是不太好 然后因为都是ABC嘛 然后他带来的那个朋友是个白人 更什么都听不懂 他们坚持在那边从一点钟做到了四点半 然后他们最后也非常惊讶 我最后 很兴奋 对拿到冠军 真的我的那个阿姨简直就是在那边就是 screaming the whole time 所以这是挺好玩的 对你对就是新一届参加选美这个家里有什么一些建议呢 我其实是建议那些没有过舞台经验 但是有理想有梦想来参加去就是去经历这个选美这个活动的女孩来报名 因为怎么说呢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对你对你自身的训练 从礼仪一态到做到你的谈吐 到你的这个外表外形的修饰都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不过不仅仅是对你要是想去娱乐圈啊 或者说演艺圈有这样的帮助 同时就作为一个普通女生 你在生活上就你在平时跟别人交往的过程中 这个选美其实这个活动也会帮助你很多 然后而且我自己在选美过程中交了很多朋友 虽然他们都说冠军不容易交到朋友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that's not a problem 只要你有心你可以交到很多新的朋友 然后打开新的朋友圈子 现在还有联系吗 经常出来一块吃饭啊什么的 就变成一个像姊妹的话 对对对对对很好的关系 对对对对 所以就在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女生会觉得 哎呀好像挺害怕的 然后怕说这个选美不适合自己 自己在舞台上或怯场 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呀 因为我从来没有任何的这个选美经验 然后我还记得前两天给我一个 就是已经报名参加选美的朋友 有看我当时的台部的视频走的超差的 然后然后现在就好很多啊 然后真的 非常自然 对就是只要功夫生铁鼠磨成针对吧 你当时这三个月你自己花了多少功夫在你觉得很用功吗 就是为了这个事情 其实有很多家里比我用功很多 因为我自己的话 我对于我自己而言 我觉得我的口才还算不错 就我挺能说的 然后当时呢我们有辩论的环节啊 有这个Q&A的环节 这方面我准备的比较少 反而是在才艺的部分 因为很多家里他们 虽然大家都有或多或少有一些才艺 但是你要真正是专业程度 那肯定不至于 毕竟我们都是普通人嘛 所以很多家里就是为了表演才艺 需要去找老师啊什么的 那我之前一直是跳芭蕾舞的 也是业余学一学了 然后四年没有真正的就是再重新pick it up了 因为大学这些比较忙 所以就为了这个选美比赛 然后又重新就是要自己练芭蕾 然后自己去编动作啊 然后我在网上就YouTube视频里头 看别人什么样的动作 再自己再编一点自己的动作进去 是要慢慢慢慢coach出来的 因为其实费用还是挺高的 如果你要请老师的话在美国 请coach 对对对 所以我当时就是为了想说 省点钱 然后就怎么说呢 就很多事情都是自己亲力亲为的 对对对 那你就是现在回过头来想 就选美这几个月的training对你有什么样 就人生啊或者各方面有什么样比较大的一些benefit 其实对我而言很多人都会说 好像选美都是什么提升自信 多增加舞台经验 这个都是老化了 大家都是这样想的 但其实我自己最大的一个体会是 选美让我找就是重新认识了自己 认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因为在选美舞台上 虽然说这是一个经历 但是毕竟也是一个比赛 那对于一个比赛的话 你要找出自己的闪光点 你要找出自己和别人不同的地方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是也是一个自我反省的过程 所以平时你知道学习压力又很重 然后有很多活动啊 你很多时候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去认清自己 看看自己到底有什么特点 然后你在舞台上可以完全的这个散发出来 然后这一点是我在选美过程中 认识到了一个最大的这个帮助 我觉得 然后自信什么的 大家都有 大家都有 就经过训练以后大家都 对对对 都有或多或少 就是会有提升 但是这一点 我觉得对我以后的人生 对我以后不管是在生活上 在这个事业上 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因为我在这个 正在形成价值观 世界观的这个点上面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让我清清楚楚认识到 我自己想要什么 然后我自己最大的优点 特点缺点是什么 所以这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你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回香港参赛的一些 比较有趣的 其实我觉得因为平时 以选美之前我是一个普通人 然后也从来没有说看到过明星 然后娱乐圈 平时也没有说很追星 没有 因为就是这么多年 然后各个地方都待过 所以说也没有真的去追星 而且我也不懂广东话 所以说香港还是接触比较少 但这次过去呢 就是非常也很荣幸 我觉得代表纽约去那边参选 就是甭管说到那边最后 有没有得到title 因为这个是 我觉得还是看自己的命 有没有这个机会了 但是我觉得看到那边非常 就制作精良他们promotional video 然后平时在我们彩排的时候 在我们就是最后录制的节目录制的时候 就感觉到 哇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明星 我觉得这辈子有这样一些机会也足够了 就是以后不管进不进一格圈都已经足够了 对对对 而且我跟现在很多家里还都保持联系 都是很好的朋友 就是事业各地区香港参赛的家里 对 我现在就是因为我们这届人比较少嘛 只有16位参赛家里 所以我们大家都非常close 大家都认识对方 之前前几年都是27、8位 然后就而且时间又短 然后所以说也不可能说你每一个 就是你每一个家里都认识 但是我现在就是跟他们联系好了 说我们每年要找一个地方做一个reunion 然后今天在北美 然后我准备去西亚特 然后去看那个Miss Seattle 还有Miss LA 然后这个Miss Montreal和那个Vancouver 都会就是come down to visit 所以其实蛮好的 而且我认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这个选美冠军 大家都是大家都是冠军嘛 所以说可能也会很competitive 但是还有一点让我在香港 就在香港比赛认识到的就是 我发现美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 对对 就比如说我 我可能是比较长相比较霸气的特色 但是其他人比如说很温婉 很知性 或者说很可爱很俏皮 然后我对于美的这个意识 就更加 就更加深了很多 而且我现在发现就是说 对于美的定义不单单局限于 你好像长得很漂亮 还有你散发出来的气质气场 还有你的谈吐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对美的这个认识 有了一定的提升呢 所以是整个选美的过程 给你的一些那个 是的 是的 对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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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